主料,高粉230克,糖20克,牛奶125毫升,麻薯粉20克,酵母3克,盐3克,黄油10克,主料,红豆沙线80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主料中除了黄油外,其他主料放入面包机里,启动面包机, 搅拌成团时,再放入黄油,直至面包搅拌面团完成,取出用胶刻状好,至于室温进行第一次发酵,放于室温28到30环境下进行发酵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大,用手持出一个小洞没有回缩,则发酵完成,取出面团排出气体后,滚圆,松弛静置20分钟,然后将面团分成8分分, 取两半开始制作,将小面团擀成长片,在一片上放入红豆沙,抹开,盖上另一片,用锅板在面片上划上翻下,注意不要划断头与尾,然后双用拿着头与尾,再相反方向扭上麻条,捲成圆,放入面包模具里,排放入烤盘里,放入烤箱里进行醒发,醒发时间大概45分钟, 面包生体膨胀至原来的1.5到2倍大,撒上一点清水,撒上一点烟蓉,放入预热后的烤箱里,180度,中层烤18分钟,烤至表面金黄色,即可出炉,出炉一致网架上放凉后再享用,烹饪技巧,加入麻酥粉,面包更松软 2.出炉的面包,要放凉材和吃,烤面包时,最底部最好放多一个空烤盘,以防底部烤得过焦 3.好心醒发的时候,放入烤箱里,可以压多一碗热水入烤箱,一起醒发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